厭阳下手拿洒水汽 浇灌树木 老杯杯全副武裝 长袖长裤 外加全肇式遮阳帽 包紧紧因为南部这几天 真的好热 最高温甚至可能飙到38度 很热 超热 一在流汗 再也会痛 好像觉得一点皮一点热 会担心这个明珍用水这个部分吗 会啊会啊 很担心啊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南台湾已经连续6天超过36度 气象局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 发布高温橙色警示 而连日高温加上梅雨迟迟未报道 让水清又更严峻 国内规模最大的 泽文水库蓄水量已经跌到剩6% 那个水库的供水点是在乌山头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在前几天 5月5号到5月8号 我们总共放了大概1500万吨的水 到乌山头去蓄存 大水库的水量比乌山头水库还少 可是这个他们合计起来 还是有7151万 台南地区我想我们到6月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不止赞文水库水清告急 全台各主要水库蓄水量都是惨兮兮 摊开水利署资料来看 宝尔水库剩5.3% 永和山 鲁渝潭水库都跌破5% 德基水库命悬一线只剩3% 南华水库剩15.6% 阿宫殿水库剩7% 桃圆石门水库也很危险蓄水量只剩17% 是水库建立58年来的第二滴 目前来讲呢我们的评估呢 到5月底的部分还是供水无铝的状况 我们目前呢还是先看一下梅雨的一个状况 如果这一波的梅雨呢 到过有准时来的话呢 那当然水库的部分呢就会变得好转 想要解渴还是得控梅雨 只是根据气象局预测 下一波梅雨要到5月下旬才有机会 而未来一周全台都是高温晴朗的稳定天气 下周在菲律宾东方有热带饶动发展 有没有机会增强微台风替台湾带来雨势 还有待观察 环远新闻桃源台南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